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我們到底學到了什麼了嗎? 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我們到底學到了 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下我們面試過程中到底學到了什麼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履歷要量化 我們就直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到底面試過程中學到了什麼吧 第一個重點就是我們的履歷要量化 這是一個在... 第一個 那我們就直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面試中學到了什麼東西吧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履歷要量化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數字跟大家分享 而不是說我攝影好厲害 我減超快之類的 有沒有很明確的一個指標 第一個 那我們就直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到底...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下我們面試過程中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下我們面試過程中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履歷要量化 那這個東西呢還蠻重要的我覺得... 履歷呢就是一大堆的自我介紹 其實就拼湊出來一個看起來很有經驗的東西 那我們就直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面試過程中學到了什麼東西吧 第一個就是履歷要量化 履歷 你如果只寫說 我拍攝好厲害 我剪片很快 我影像製作很棒 我拍得很漂亮 這種很籠統 不知道你在攻什麼的東西 最好是可以把數字說出來 我們就直接來跟他分享一下面試學到什麼東西吧 我們就直接來跟他分享一下面試學到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重點就是履歷也要 我們就直接來跟他分享一下面試學到什麼東西 第一個重點就是履歷要量化 履歷要量化就是要數字化 讓你看到數字 因為你如果說我拍攝好厲害 我拍的畫面很漂亮 我剪輯超快之類的 這根本不知道你寫的說什麼東西 那你如果把它量化 像是我把他寫出來後面的履歷 我就把它改成這樣 我拍了兩百多支商業的影片 我拍了一千多支自媒體的行銷影片 我製作過150萬的影像製作 還有我拍攝十幾年的經驗 還有我擁有十多年的拍攝 還有我擁有十多年的拍攝製作經驗 那這些有數字化之後 我們看起來就比較知道 你知道你做了什麼事 可能嗎 所以我們把履歷量化 所以我們把履歷量化之後 我們看起來就比較知道 你的等級在哪 或是你的經驗真的在哪 就比較詳細嗎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把履歷量化之後 看起來就比較專業嗎 所以我們把履歷量化看起來 就比較專業一點嗎 就是比較看起來 你不是在唬爛 就是你如果說我拍得好棒 就差很多吧 就一堆形容詞 跟真實的數字存在 感覺是不一樣 那面試館他們比較喜歡看數字 因為他們比較可以知道 你的等級在哪裡 就比較可以量化 反正履歷量化 所以我們把履歷量化之後 看起來就稍微專業一點 大家也稍微知道 我們的能力到哪裡 我們製作的經驗到底多了多少 然後把履歷量化之後 我們把履歷量化之後 我們看起來就比較厲害了 就知道我們的 然後把履歷量化看起來 我們把履歷量化之後 看起來就比較厲害 就比較不會開始有問說 你製作可能 大概你製作多少支啊 或者是你的製作預算啊 還是怎麼樣 你怎麼執行 就是有一些小小細節 他們就不會問這麼多 他們就知道 OK 你是有數字出來的 他們比較可以知道 你到底做什麼 所以數字量化之後 看起來會比起 所以數字量化之後 我是覺得看起來比較專業啦 那感謝有那個面試館 跟我分享這個小小細節 而不是那些很智障的形容詞 我好棒 我好厲害 我好快 我好 我怎麼樣 這種奇怪的形容詞 所以我們把數字量化之後 我自己也是覺得 看起來是比較專業啦 你至少有一個數字 有 證據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樣 數字量化之後 我整個履歷看起來就比較專業 一點點 看起來至少不是像那種很智障的形容詞 我好棒 我好厲害 我好快 我好怎麼樣 這種沒有根據的形容詞 所以我把履歷練化之後 我自己是覺得 看起來是比較專業啦 而且你大家知道 你到底 我自己是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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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履歷量化之後 看起來是 更好的啦 我自己是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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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履歷量化之後 看起來是更專業 更完善的 就是讓大家 看得比較知道 我到底是在幹什麼的 而不是說我好棒 我好快 我好怎麼樣 這種很不知道在幹什麼的形容詞 那我把履歷改成這樣 那我把履歷量化之後 那我把履歷量化之後 看起來就專業非常多 至少大家看到我的履歷 會知道 我是有做過這些東西的 看起來是有憑有據 而不是我好棒 我好厲害 我好快 這樣子的很智障的形容詞 那也很感謝那個面試官 給我這個超棒的建議 那履歷 履歷寫的這個部分 也真的非常 那履歷整個填寫也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他決定了你面試官 對你的第一印象 就是他還沒看到你之前的第一印象 連臉都還沒有看 他已經先給你一個第一印象了 你如果寫的東西有讓他抓到一個點 像是我的履歷上面就有一個點 每一個面試官都有問我的一個問題 就是十多年的拍攝經驗 他們就開始 就從這裡開頭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聊下去 而不是什麼都寫得很無聊 那好的履歷製作 那好的履歷非常非常重要 他決定了你第一印象 就是他履歷真的非常 履歷真的超級重要 填寫要就是一直要去調整跟修改 履歷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一直不斷的去調整跟修改 履歷真的非常重要 履歷真的非常重要 你要不斷的去調整跟修改 因為他是決定 在面試官根本還沒有看到你之前的第一印象 所以他根本還沒有看到你看完履歷 他已經給你的第一印象 很難去改變這個東西 像是我履歷上面我填寫一個很印象深刻 與所有的面試官 履歷的填寫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履歷的填寫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他決定了你第一印象 是面試官還沒有看到你的第一印象 履歷的填寫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去 履歷的填寫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不斷的去調整 不斷的去更新 讓他更完善 履歷的填寫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不斷的去更新 不斷的去調整 因為他決定了你面試官對你的第一印象 是根本還沒有看到你的第一印象 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他們是緊記在心 如果你真的有給他們印象的話 像是我履歷上面有寫一個就是 我有十多年的拍攝經驗 每一個面試官第一句話 一定是問我這一個 他第一印象就是這個 想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十多年的拍攝經驗 那我就可以開始跟他們聊天 開始跟他們開始一個很歡樂的話題 這樣子 就是第一印象 那他們也會從這裡面開始抓問題出來 問你 因為這就是他們所有知道你的一切 履歷填寫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要不斷的去更新 不斷的去調整 因為這決定了面試官對你的第一印象 是面試官根本還沒看到你的臉的第一印象 不管你後面做得再好 第一印象就是履歷啊 所以你履歷寫的有一個重點 讓他們謹記在心一個重點 真的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我上面就有寫十多年的拍攝經驗 這個是每一個面試官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這個東西 你今年這麼年輕 你怎麼有十多年的經驗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展開一系列的話題 這樣子真的是非常有幫助 那履歷的填寫非常重要 那調整可以怎麼調整 那調整的部分 那調整的部分你可以怎麼調整 就是你可以跟面試 那調整的部分你可以怎麼調整 你跟一個面試官面試完之後 你可以去 履歷可以怎麼調整 那就是你跟面試官講完 那履歷怎麼調整 就是你跟面試 履歷要怎麼 那履歷要怎麼改 那履歷要怎麼改善跟調整 你簡單 履歷要怎麼改善跟調整 就是經 履歷要怎麼調整 履歷要怎麼改善跟調整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讓它 履歷要怎麼改善跟調整 簡單來說就是一目留人 讓它越簡單越好 所以你面試了幾個面試官之後 你就會知道他們問的問題 大概是這些 那他們沒有問到的問題 那些可能就不是重點 他們覺得不是重點東西 那你可以把它拿掉 去讓你的重點更凸顯出來 而不是就是一大堆 然後他們就是可能有看到這個 結果遺落的重點就得不償失 所以你就是 簡單惡藥 精簡你的履歷 反正就是簡單惡藥 精簡你的履歷 但是你沒有聽到的 可以嘗試一下 讓我跟調整的 練習一下 讓我先試一下 本來是 最初到的 那我選擇 我選擇 好